其實《九角九》的故事是來自我自己看到一段紀錄片 那段紀錄片是講近寶大有一些弱智的小朋友 接著有一些精神的小朋友追著弱智的小朋友 不斷打不斷打 我覺得很震驚 原來人去到現在這個年代還有這些事發生 那《九角九》就是他們以前經歷過很多戰火 他們經歷過什麼叫生死這幫人 但是到後來他們都是回到原本 原來有時候他們都要找一些這樣的暴力的東西來取落 那我在想其實暴力好像是一個我挺想接觸的命題 一個課題 之後就慢慢創造了陳冠希這個角色 這個在柬埔寨里的殺手 這個吃不飽的殺手 他們很想吃飯 殺人 所有東西都是為了一個目的 就是為了生存下去 這個其實是人最基本的要求和最基本的目的 每一個人好 駐打屋好 駕駛姐好 都是假的 人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繼續生存下去 那慢慢就來了這個故事 其實找陳冠希這個角色其實自己都有一點掙扎 有一點掙扎就是他是不是這個人 我約了他出來見面一次 在餐廳裡他問了很多問題 這個小朋友問了很多問題 關於角色上的問題 他問了一些我不想他會問的問題 他問了很多這個角色上的history 這個人會怎樣 這個人有沒有見過槍 這個人拿槍會怎樣 這個人拿槍的時候怕不怕 這個人來到香港他會怎樣 我看到這個小朋友很想去進入這個角色的世界 因為其實我選演員 除了他的外貌似也好 造型也好 但是我最主要的 我之前的戲也是 其實就是這個演員對這個角色有什麼感覺 這個演員對這個戲認不認同 這個才是 如果在現場就要爭拗 大家因為某些情況之下 大家妥協不了 是不能合作的 陳冠希已經開始有這個 令到我有好感 他很想了解角色 他對角色有這個感覺 和我看成為一個小朋友 他不是一個小朋友 他的心態其實都是幾成年人 幾成年人 總是現在看到他經常 我最記得有一單新聞 就是陳冠希在中環被兩個小朋友追著打 滿天被人打 然後他就追了 追了 追了 去到 抓到那個小朋友 打到那個人之後 然後正常的反應當然是打回他 這個小朋友很冷靜 他抓住他之後 接著報警 你明白嗎 我覺得這些小朋友 都不是小朋友 如果大家都是小朋友 就拳頭交 你打我 我追了你 我抓到你 我當然是打你 陳冠希有一個這樣的特質 就是這個人很冷靜 還有他有他的分析能力 當然未必每人都認同他的分析能力 因為我們在設計劇本的時候 我們在想一個目的這麼清楚 就是這個殺手來到殺人和生存下去 這個人的目的是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這麼直接 那旁邊抓他的那個警察 要一個什麼的角色呢 但是我們就設計了一個比較迷失 一個很loss的警察 這個人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但是他很簡單的目的 就是有一件事他覺得重要 就是要他去不去追 但是這個人其實是很loss的 我們再去找的時候 就覺得李燦森其實某些特質 是挺像這個角色的 因為李昀森在拍《99》之前 其實拍很多喜劇 拍很多他自己未必喜歡的戲 未必喜歡的角色 但是觀眾喜歡看 老闆喜歡看 但是我知道他想變 其實他在演喜劇裡面 其實我覺得有點loss的 李燦森 他跟我很想很想變 但是未找到出路怎麼變 那我覺得這個狀態 其實就挺像我那個角色裡面的東西 還有他都問我演的時候 我說不用了 你的狀態就是這個角色 那就找了Sam Lee 還有我覺得他後來很肯聽導演的說 還有很多導演都喜歡 所以他就給了一個演員 什麼要求都沒有問題 看到你的頭髮也沒事 剷光你的頭也沒事 這些演員每個導演都會喜歡 那Sam就給了我這些東西 救我 我在幾年前看到一個周杰倫的MTV 一個廣告裡面 我看到一個小女兒 當時還十四五歲 在寶拉格坐在橋上扮神仙 周杰倫就走過 周杰倫當然是帥哥 但當初吸引我的兒子 就是這個小女兒 這個女兒 這個女兒很清純 這個女兒好像不跟這個世界一樣 這個世界的女兒 我一直都記住這個女兒 很想有機會和她合作 到有九月九個劇本 是一個極端的女兒 因為她的智力很低 她有一段亂倫的關係 住在一個垃圾山 這個女兒 其實在整個戲裡面 這個女兒是所有在她身上發生的 她覺得很臭 很骯髒的東西 在垃圾堆 又被父親強敬 然後自己又弱勢 還要媽媽死了 就是一個這樣的女兒 但是我在《刺激人》這個角色之後 我就覺得需要找一個女兒 是完全不像的 因為如果是很像 譬如她演繹得很像一件事 但是這個女兒一定要很清純 大家看著這個女兒 除了可以發生 大家覺得可惜 為什麼要在這個女兒身上發生這些事 還有我不想有這麼多 Sex of Peel-Fi 在這個女兒 在播觀眾 我覺得不需要 我很直線就想起了 我配應這個女兒 然後我在那一刻 原來她和蔡冠希一家 是同一間管理公司 然後我很開心 我叫她管理公司 可以馬上去見她 我第一次在國內見她 她第一次聽到很擔心 她還沒有演戲 也沒有讀過什麼戲劇學院 其實你問我 我喜歡你這種感覺 你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件事 我就是用一張白紙來 因為角色就是一張白紙 雖然她經歷很多別人 不需要經歷的事情 但是我就是需要這個角色 她臨開之前和我試了很多戲 特意來香港和我試了很多戲 排了很多次 演唱了很多次 在現場 我覺得這個女兒很奇怪 她其實很活潑 很活潑 但是又 怎麼說 又很害羞 我覺得這個女兒很有趣 其實很貼合 因為找林雪 我和林雪都認識了很久 我以前的東西都釀釀過 和林雪合作 在整個戲的設計上 當然我們想 有一個 因為角色很短 整個戲的period很短 她只有幾場戲 但是我要在這幾場戲裡面 就已經呈現了和你產生一種關係 還有觀眾 怎樣可以在這兩場戲裡 就要愛上這個角色 然後我馬上令她死亡 因為如果不是 就沒有意義了 如果觀眾對這個角色 沒有一個感覺 沒有一個感情 而這麼快死 那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一定要找一個感業力很強的演員 一出來觀眾看到 就喜歡看著她 然後我告訴你 15分鐘後 這個人就會死 然後她死了 開始大動整個戲劇 所以這個人 是一個主題的key person 在這個戲劇 開頭來講 我們想了很久 找誰 但是 你想說香港最有感應的演員 就是 還有外國觀眾 大家都認識的 就是林雪 大家都很愛這個演員 但是 還有她自己的力量 還有自己的魅力 還有自己的魅力 但是 到最後 而阿雪也很幫忙 她說 其實只有兩至三日戲 其實阿雪 她也很幫忙幫我做 其實在拍動作的時候 開鏡之前 我自己 只是抓了一個character 去想想所有的動作 是陳冠希的character 這個人得一樣東西 他很直接 所有野獸都一樣 攻擊你的時候 要不就想趕走你 要不就想咬死你 要不就想咬死你 就是這麼簡單 趕走你 趕走不到之後 他就會咬死你 這就是我在這個戲 想動作的一些元素 所以你裡面 不會看到很多很華麗 很特別的東西 但是你會看到很多的力量 看到一些爆炸力的東西 這個人不知道在哪裡 突然拿一塊石頭 就可以打死你 其實我經常覺得 在這個城市裡面 這麼多東西 在哥羅大廈 好 垃圾都好 已經很多東西 可以令到你們死亡 只不過是拿著那個武器 那個人怎麼想 如果我們已經有了這個 既定了陳冠希 這個character 是一個這樣的人 所有東西 所有動作場面 都可以循著這個方向去 而不是想以前 拿著一支槍 我希望大家十五秒之後才… 大家很滑 即是我不想把這個暴力 宣染得很Romantic 我只是想把這個暴力告訴你 這個暴力有多暴力 有多暴力 有多暴力 就是我最想做的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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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阿戲裡面那個垃圾堆 其實是 一早我已經想 一早已經決定 要有這個場景 但是 其實在香港 是沒有辦法找到 這個堆填區 還有我們也有找到 但是政府不會讓你進去 排隊裡面太多 不知道什麼 在裡面不讓人 接著我們 嘗試去另一個地方找 我們去泰國找 最終我們找到一個 我自己也很震驚的垃圾山 這個地方 我第一次去到很興奮 很興奮 真的是我自己心目中要的地方 但是裡面是很臭 很髒 開頭第一次感覺 你很難接受 走進去垃圾山的感覺 因為全部都是垃圾 然後到最後 他在旁邊還是垃圾山的聲裏 旁邊有條河 但是河已經是黑色的 很稠的 但我自己很興奮 當然在裡面拍戲 會比較辛苦 我們已經 都害怕 我們已經有水車 有流動浴室 還有一些護士醫生已經在場 怕整理傷了 馬上可以清理 但是 總之有這些事情 因為他其實都很骯髒的 其實很辛苦 但是我自己 工作人員都辛苦了 但是我自己很興奮 我自己對這個地方 其實去到兩個小時已經習慣了 我其實不願意離開 我其實在這裡不願意離開 我只是在那裡走來走去看景點 看很多東西 因為我相信 我最開心的就是 這個垃圾山雖然是在Banggok 但是Banggok其實都在Banggok市裡面 就很適合我自己想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垃圾山是不是應該遠離城市很遠 離開民居很遠 但是 香港垃圾山很近 就是在中坡道旁邊 但是原來 原來 太過一樣 你連在垃圾山雖然完全看到高樓大廈 這個世界很矛盾 這個世界很荒謬 我覺得 其實在泰國拍戲就不是很辛苦的 不過是 其實泰國我覺得還有某程度上 拍戲的制度和他們的方法 比香港更專業 因為他們被人走前了一點 他們很多外國的製作 MTV 廣告 大片 荷里胡的製作 都在那邊拍攝 所以一定問題都沒有 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最最後的場景 因為我覺得要給大家一個更強烈的 就是Campodia的感覺 大家 就變成了 找一間古廟 在泰國找一個古廟 其實Campodia的神和泰國的佛教是兩個東西 變成我們要找一個像Campodia的廟 就去到很遠很遠 去到桂河橋 即是在泰國邊境 才找到一個這樣的古廟 這個古廟其實 你看不到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公園來的 我就是選了裡面的一座廟 這座廟已經是很多百年還是千年歷史 我們要放下很多錢 放下200萬 接著就做Deposit 接著很多人看著我們 很多人看著我們在這裡拍兩天的電影 會比較辛苦 但是覺得很值得 覺得很值得 還有去家裡很奇怪 很少 因為我們要放一個佛像在那裡 佛像就是比人的低 腰 那邊工作人員就說不行 你們的佛像不能低於那個人的腰 一定要放高一點 因為佛像是更高的人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我沒有所謂 沒有理由放上去 有這些東西 其實我很多人都跟我說 電影未出來之前 我給一些前輩或人看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在香港那裡搭船走 電影就可以結束了 不需要Cambordia的那一段 在我的角度我覺得是需要Cambordia的那一段 如果我只是拍香港這個陳冠希 我覺得這個角色很片面 我想看到這個角色其實 回去之後大家以為這個人 回去就是這樣 大家開心發佈這麼生活 但是他裏面的人 這個我想設計到常會是一個很苦難的人 他會受苦 倒回去自己的地方也好 他跟著做的就是不停地逃亡 這個人 這個人沒有停下來的一刻 如果我只是拍香港那一段 這一段就會變成我寫不到 我自己最想寫的那一刻 但是在逃亡那一刻裏面 究竟是否重要呢 會不會影響了這一段關係呢 但是原來都影響了 但是令他們的關係更加加深了 所以這些弱智的人 他們不懂得溝通 大家說不了話 大家不知道大家說什麼 到陳冠希就周圍殺人 什麼都好 其實有些事情你們是影響不了的 就是他們兩個人都有種關係 那種微妙的感情 如果沒有了《柬埔寨》這一段 可能之前也會有 但是不會那麼深刻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 娜斯一個小朋友出生 為什麼一定要有一個小朋友 一個小孩子出生 還要有這麼殘忍的方法出生 其實我覺得在這部戲裡面 戲裏面的命題就是生存 而戲裏面的一個元素就是暴力 其實暴力和生存是可以扯上一種關係 原來你要生存就衍生了一種暴力出來 其實在戲裏面最暴力的場面 並不是打死人並不是什麼 就是要長短地拿一把刀 剖開自己太太的屍體的圖 救回這個小朋友出來 這個場面是很暴力的 但是它是一個小朋友的誕生 我覺得這場戲很微妙 所以我一定要拍 那時候看劇本的任何方法都好 我一定要推到結尾去到這個位置 這個戲才有不同的感覺 如果我只是去到長冠希和這個女生離開 這個戲我想沒有人會留意 而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在這個時刻中結這個戲 是最完美的 最好的 在那一刻我會想像的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推向這個位置 其實整部戲的命題 其實它裡面也有一句description在這裡 生命以來應該生命作為代價 才可以生存下去 這個其實不是我說的 不是我說的 其實是一個生物學家說的 他說整個世界的生物是怎樣的循環 每一種生物 樹葉好 昆蟲好 其實它的目的都是生存下去 但其實你的生存下去 是為了另一種事物的生存 但是你一死去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浪費 因為你是在成就另一件事 去生存下去 感覺上好像很華麗 但也有一個感覺是很血肉 你的生命是用另一種生命來成就 為甚麼我這麼喜歡搞狗的片名字 就是他們最低下的東西 為甚麼不叫獅子咬獅子 應咬應龍咬龍這些那麼厲害的名字 但是我覺得不是那個世界 那個世界是低層次到你們不懷疑 但是他們有一個很高的情趣 當然狗是一個很殘忍的東西 但是他們為了一樣 你和我都最基本 就是在狗是狗的片段 我找到人和狗都是在一條線上 大家都是平等的 狗咬狗都是為了生存下去 我和你做這麼多事情 大家好像都是娛樂 但是都是生存下去 老實說 《狗狗》是我暫時 《狗狗》來說 我暫時覺得最滿意的東西 你說有沒有改進 當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再好一點 製作可以好一點 或者是 雖然現在已經很好 但是 其實高質素可能可以再好一點 但是我又沒有介意 因為電影就是有這樣的力量 記下了當時那一刻 大家有東西盡量拿出來 資源去到哪裏 歷史是什麼 在菲林裏面 我覺得在這一刻 我覺得《交給狗》是我自己 和在最開始上這個故事 到最後來 發展到完 上話號 是最統一的一件事 和真是可以實踐到我想說的題目 和整個感覺 在《交給狗》裡出現 那我對阿船 要求人